大家好,我是HoiMida 我們今天整個桌上 放眼望出超級多食物 對,我們今天早上的去Costco 我沒有想到Costco早上人也是這麼多耶 超級多那種叔叔阿姨 今天我一樣買了一大堆東西回來 但是其中呢 可能有一兩樣東西是你們上一次有看過的 比方像是這個 海苔 這不是我買的吧 是你買的 來,跟大家分享為什麼還會再買第二次 很好吃耶 它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這個非常推薦大家買 這個上次我也有分享過 但我不是買巴勒檸檬綠茶 來,為什麼要買這個 上次那罐很好喝啊 然後我們就想說換換口味 這個我記得應該是 它說題上裡面最推的一個口味 對,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想要嘗鮮 然後你又擔心采雷的人 推薦你可以先從這個 巴勒檸檬綠茶先開始下手 欸,還有 為什麼要買這個 我跟你講 這真的超好吃 你等一下一定要試試看 我上次買了一個 我們家兩天就吃完了 超好吃 我爸原本還說什麼 這看起來好像還好 然後他吃一條之後馬上就再吃了兩條 沒有,重點是因為他還沒有打開 有出名而來的香氣 它叫做 香蒜奶油乳酪麵包 我這個就只是想要讓大家知道說 為什麼他要買這些東西 但是呢,原則上 新亞的這一些 全部同樣都是我買的 我還有問我妹說什麼 欸,你跟我分享一下 這個月要買什麼必買的 紅豆麻糬 奶油酥 一盒裡面15入 299元 這個呢 我妹說 必推必買 一定要吃吃看 很大份 這個如果不是那種大家庭的話 這個不知道要吃幾天 那簡單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到底買了哪些東西 這個是雀巢的美露冰淇淋 然後它是甜筒 這個美露的冰淇淋 應該是之前去泰國 很常會有那種小推車 裡面就賣超多這種美露系列的冰淇淋 我剛好看到 我想說 欸,在台灣第一次看到 在台灣買買看好了 搞不好待會會有一種 就是很像回到泰國的感覺 然後呢 我這一次還有特別買了這個 超級大瓶的蘋果汁 因為我自從搬來台北後 真的是很不愛吃水果 你知道每次都一定要回台南 我爸媽才會切水果給我吃 那這時候呢 我覺得就可以買這種果汁 補白不補啦 就是畢竟就是你知道 我知道果汁 也不可能像是那種 現成水果吃起來這麼健康 它果汁含量是99.94 它裡面還有蘋果泥 蘋果汁 維生素C 我覺得可以稍微補一下 我就買這一大瓶 沒有喝過 待會喝喝看 那還有這個 韓式蔬菜粉絲餃 因為我在韓國呢 就是很喜歡吃韓國的Mandu 就是他們的餃子 然後我想說 真的已經很久沒有去韓國 想說不然來 嘗鮮吃吃看 Bbgo的Mandu 然後呢 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 焦糖口味的爆米花 我覺得它應該是 綜合口味 它可能有甜有鹹吧 這一次呢 又買了這一大包 為什麼 2022年的年假非常的多 這時候呢 就是可以 找好朋友一起來家裡 追劇啊 看劇啊 打麻將來玩什麼之類的 非常的需要像這種 零食包 所以我就買了 幫你們嘗鮮 然後再來呢 是我妹 她也是超級推薦的 她說這也是他們的新品 嫩葉菠菜雞肉沙拉 直接幫大家來嘗鮮看看 然後最後是這個 可頌三明治 它三份呢 是198元 所以平均一個是 60幾塊 我覺得還行啦 因為我 蠻喜歡去星巴克點 它的那個可頌麵包 它一個也是要七八十塊 所以我覺得這個60 算蠻便宜的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吃囉 各位鄉親 師傅大家好 趕緊幫阿源按一個訂閱 謝謝大家 先喝一下飲料好了 有點渴 完全不會酸耶 非常的甜 而且它的甜不是那種人工甜 它是那種 蘋果汁的甜 很好喝耶 這有一個包裝 是一個綠色包裝的嗎 我覺得這個 比那個好喝 那個也很好喝 但我覺得那個是 好像有點微酸 但這個是完全是甜的 它沒有任何酸度 這個很像是你在吃蘋果的感覺 而且你是吃到了一顆 非常甜的蘋果的那種口感 所以 很推耶 那我們接下來呢 來吃這個 雞肉沙拉 它裡面還有堅果 這一整大坨耶 我覺得它的雞肉感覺超好吃的 感覺是那種酥肥雞肉 嗯 我覺得它的雞肉比我想像中再硬一點 但是也是蠻好吃的 但有可能是因為我剛剛冰過的關係 就是它沒有我想像中舒肥那麼的嫩 但是它還是一樣偏嫩 它的醬是什麼醬 它是特製的柳橙柳醋 因為它吃起來就是有點 酸酸甜甜苦苦的感覺 就是沒有錯 因為它就是甜成的關係 所以它吃起來的口感 我覺得比較偏清爽 很像在吃健康餐 它裡面有橘子果肉 鳳梨 菠菜 番茄 蔓越莓乾 羅曼 核桃 然後 甘乳酪 芝麻葉 雞胸肉 因為它是雞胸肉啦 所以它吃起來口感比較硬一點點 然後它裡面還有這個 鳳梨 我覺得這一道 偏清爽 但是它在吃的時候是完全沒有負擔 所以 推薦給正在健身減肥的人吃 我覺得 這一盒應該是 全Costco的沙拉裡面 最健康的一個 但是它一樣非常的好吃 Costco的沙拉 真的超級好吃的耶 無可挑剔 我唯一覺得小可惜的部分 是我沒有特別喜歡那種甜成醬 我覺得如果呢 你跟我一樣比較沒有那麼喜歡甜成醬的人 你可以自己加和風醬 我覺得加和風醬應該會更好吃 各位 每次我打開QA的時候呢 幾乎有80%的問題呢 都是在問我感情 其中的60%呢 都是在問 到底愛不愛我 為什麼好不趕快跟我告白 但是各位 我們是不是每次都忘記 我們要先好好的愛自己呢 因為跟我一樣 都忘了這樣好好愛自己了 平常我們這樣子上班上課 來到家裡已經累得要死 但是我們就必須要繼續加班 繼續完成我們就是沒有完成的POW POW 甚至是有的時候 還要被父母 被爸媽 一直不停的碎唸 這時候 我們忘了好好愛自己 到底是誰來愛我們 但各位 不用擔心 接下來呢要來跟大家分享 你是不是忘記好好愛自己的 真正解決的方法 疲累的時候 最喜歡的就是洗熱呼呼的熱水澡 再搭配來自丹麥的 Hair Roost 護髮產品 可以幫我建立起最健康的 彈力秀髮 Hair Roost的產品呢 是在丹麥本地製造 同時呢獲得 Vogue Ale Marie Claire等龍頭雜誌的提名 其中呢我自己個人最喜歡的就是 深髮配方軟湯 每天三顆頭髮維他命 可以讓頭髮吸收最精華的養分 還可以幫助頭髮維持正常的健康狀態 而且呢不含任何的膚質 乳糖大豆堅果明膠 人造香料或者是色素 非常的適合素食者 以及對食物有過敏的人 想要趕快把頭髮趕快流長的朋友 非常的適合這一瓶啊 另外像我很喜歡 染那種淺髮啊 然後在那邊漂頭髮的人 我非常推薦他們家的 紫羅蘭護色深髮 &修護洗髮清潔頭髮 除了可以保護頭髮之外呢 除了淺色髮中比較不受歡迎的 黃銅色調以外 另外這款粉紅梳子 它非常的適合用於頭髮濕的時候 它比較不容易造成一些打結 或傷害頭皮等等的問題 洗完頭髮之後 直接使用是最好的哦 經常染燙髮的人 還需要在護色的同時 給受傷的頭髮補充營養 可以跟我一樣在洗頭之後呢 使用Hair Rooster的強化護髮精油 可以幫助頭髮變得又亮又柔順 所以在挑選髮品的時候 千萬不要貪小便宜 用得好才能夠維持美美的樣子 你要對自己好一點 別人才會對你好啊 各位 你們現在看到這一支影片的時候 應該是4月中 但是即將而來的就是 母親節 Hair Rooster已經進駐台灣了 所以你可以在台灣的官網 可以找到Hair Rooster這一系列的產品 而且這一些天然又健康的 這一些墳容肌享受的產品呢 非常的適合在接下來母親節的時候呢 送給你媽媽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台灣的Hair Rooster官網 下單訂購這些東西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問我說 阿媛你有沒有折扣碼 當然沒有問題 詳細我會放在資訊欄 第一說我的折扣碼 享有8折的優惠 當然他們家還有這一系列產品 通通都推薦給大家哦 那我先來吃這個好了 經典之家跟口味爆米花吃一看 給大家看這麼多什麼意思 而且我超喜歡這種圓形的爆米花 我上次的好吃耶 上次的我已經覺得很好吃了 起司味很濃 然後我覺得焦糖味是厚勁的味道 焦糖的蠻好吃 這蠻好吃的 很好吃耶 它不是脆的爆米花 它吃起來是比較偏軟的 可是很好吃 因為它的味道厚勁 就是都會留在你的口腔裡面 所以你還是持續的感受到 它那個香氣 好好吃喔 焦糖的顏色就是看起來 比較像是土色 咖啡色 然後甘露的顏色比較偏黃一點 這個鐵定是焦糖 難怪你會想到焦糖 焦糖的那個黑糖跟蔗糖的那個厚勁 完全不輸給甘露口味 對不對 很濃郁 外面的爆米花根本不可能是這個味道 推薦給大家 它的全名叫做 G.H.Creators經典芝加哥口味爆米花 應該沒有唸錯吧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觀長這樣 目前 我此生吃過最好吃的 前三年 因為我可能也有吃過很好吃的 但我忘記了 但是這個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 很推薦大家可以去買 而且它超級大包 我們先去烤一下這個 紅豆麻糬奶油酥 然後烤完之後 我覺得這個冰品最後吃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冰是一個 淡厚甜點的感覺 我們先把前面這些先解決掉 那我們先從這個 可頌開始 它還有三個口味是 鯉雞然後雞肉跟牛肉 然後因為起凡不吃牛嘛 所以我們就選擇這個 鯉雞的部分 198元 我覺得除了 可頌本身比較偏濕之外 我覺得剩下的味道都很讚 所以可能下次再烤的時候 可能這個就不能把它弄那麼濕 因為它會有點dunky 它本身裡面的配料是非常紮實的 但我覺得它的鯉雞肌肉好像偏鹹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鯉雞肉 跟外面的早餐店的那個 雞肉可頌比起來 它的比較厚實 好吃好吃 這個如果 早餐 你在上課前 然後你吃一份的話 它應該可以撐到中午 這真的很不錯 因為它份量很夠 我們先來吃餃子的部分 煎得很好吃耶 你把整個外皮煎得金黃酥脆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粉絲條 然後還有韭菜 可是因為它本身的皮非常的脆 所以吃起來的口感有點像尖餃 很脆 它到底有沒有肉 我真的吃不出來 這個是完全是出乎意料耶 這多少 229 很值得耶 好好吃喔 真的很好吃 我們今天真的是吃到很多很好吃的 都沒有彩 我好像都給它吃掉 好好吃 它裡面就是杏鮑菇 然後蔬菜 香菇 洋蔥 它沒有肉耶 它是素食耶 我覺得素的沒有肉的這樣真的很好吃耶 因為大部分裡面一定要包什麼豬肉什麼的 才會覺得好吃 我們買的是這個 好吃 我妹指明說一定要買的這個 紅豆麻糬酥 好吃吃看喔 我覺得外皮如果再酥一點應該會更好吃 它沒有想像中的甜 但是我覺得也好 因為如果它超甜的話 然後又是麵包的話應該會很膩 因為我覺得我對它期望太大了 所以我現在吃 就覺得喔可以可以 但是沒有到剛剛怎麼那麼驚豔 我覺得它沒有不好吃 可是 它的麻糬的那個甜度蠻淡的 然後 紅豆本身的甜度沒有到超甜 所以它吃起來的味道其實是偏淡的 因為一般來說感覺紅豆 這種東西紅豆會比較甜 它紅豆也沒有很甜 麻糬也沒有很甜 就變成它其實是一個偏淡的 對 麻油酥 那你覺得你一到五顆星又給它幾顆星 好我給它三顆星 因為我本來對它期待是 差不多啦 我本來對它期待是五顆星 因為我超愛吃紅豆麻糬 但因為它沒有到我的那個甜度 而且紅豆如果再綿密一點的話 應該分數會更高 對 但我覺得有一部分是因為我們沒有炸的很酥 我覺得如果它炸的很酥應該會更好吃 所以 沒有 都不是食物的問題 有問題的 都是我們 我們弄得不夠好 所以是我們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一樣 如果你很喜歡吃紅豆麻糬的人 你可以試試看 但是必須要跟大家說 它就是沒有很甜 再來要吃這個 你說很猛的 期望不要太高 對 現在那麼有太大的期望 現在有太大的期望就會失望很大 其實還好 寧可覺得它還好 然後吃的時候就 喔 怎麼那麼好吃 嗯 嗯 很香耶 我覺得我們今天 都烤不夠久 所以它偏濕 可是我知道 我懂你的意思 它真的很香 我覺得它是好吃的 但是我們就是要再烤酥脆一點 而且它裡面那個乳酪是已經融化的了 所以它是那種很綿密的口感 然後你養下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嚐到它那個蒜味 就是整個就是你知道 要在你的口腔裡面這樣子四處亂串 我覺得它是好吃的 當早餐也可以 但是一樣 我自己個人會希望它可以再酥脆一點 但是一樣是好吃的 我只要一咬它就會爆漿耶 然後它爆塊的這個漿是 足弱 這個鐵定比那個早餐店 或者是麵包店的那個麵包 還要好吃一百萬倍 也不能這樣講 麵包店也有很好吃的 反正我覺得這個更扎實 這個更有層次 那我們最後呢 就是要來吃那個冰淇淋的部分了 冰淇淋吃完了 我們今天就是完整跟大家講解 我們就是這個月分享的這個Costco的新品 還有好吃的東西 我們吃完了所有的正餐閒食之後呢 最後就是 這一盒 美露的這個冰淇淋甜筒 它裡面有12入 超級多 可是它每一個其實就是這麼的小 泰國不是很多那種就是騎腳踏車那種餐車 然後裡面都會賣這個不是嗎 不是同一個年代吧 我最近發現我在跟大家聊天的時候啊 我在說我所認知的事情的時候 有很多人都是不知道 或者是驚訝的表情 說蛤 有這種東西嗎 我就覺得天啊 你該不會就是時代的隔閡 沒有那麼老吧 好給大家看一下它外觀長這樣 就是你在泡的那個美露的味道 你就把它想像成是 美露變成冰淇淋 或者是可可冰淇淋的口感 因為它奶油的味道好濃喔 我覺得是因為剛才我吃了太多麵包類啊 就是很油膩的東西 所以我在吃這個的時候 我不會覺得清爽解膩 我反而會覺得有一點負擔 但是排除這個 我覺得它是好吃的甜筒 這次它是那種 對於你愛吃巧克力的人 你會很喜歡的甜筒 因為它夠甜 而且它本身一隻沒有很大隻 所以你在吃的時候其實蠻快的 你看以下就把上面的餅都吃掉了 餅乾好吃耶 你們剛才有吃過一種甜筒 就是爛爛的感覺 它完全沒有耶 它的餅乾是超級脆 就是它沒有任何濕濕的感覺 好這個的話我給它四顆心 因為它真的是好吃的甜筒 而且是要特別的口味 因為我們在台灣吃甜筒 通常就是吃杜老爺吧 很少會吃這種口味 我覺得這個可以買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Costco的新品 還有我覺得很好吃的食物 然後其實這一次就是會特別這樣拍 是因為我突然發現一件事情 一定要善用我妹現在的技能 就是因為它是員工的關係 所以它每個月都會跟我們分享說 什麼東西推出了 什麼東西還不錯可以去試試看 所以就希望可以透過我妹的這個功能 以及我這樣經常拍片 跟大家分享東西的這個方法 然後讓更多人知道 就是Costco的新品 到底有哪些是好吃的 然後這一次呢 我個人呢 最驚豔的 最需要跟大家分享的 真的就是那個 CJ的韓式蔬菜粉絲餃 那個真的是太好吃 差229元 而且吃起來真的會讓人家驚豔 外皮酥脆 然後又很Q 然後裡面的又沒有肉 但是又可以這麼的香 那個真的是推到不行 蘋果汁我自己個人也是覺得超級好喝 但是我一直沒有喝到它的那個蘋果泥 有點可惜我待會再來喝喝看 然後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超好吃的那個 叫糖口味 吃起來呢甜而不膩 然後另外那個乾落口味 吃起來呢真的是很香 然後鹹甜鹹甜混著吃呢 真的是很快一包就會把它吃掉了 這一些都是推薦給大家 當然其他東西我也覺得都蠻好吃的 只不過有一些我會覺得啊 在自己的心目中差一點點 可是呢搞不好其他人吃會覺得 欸很好吃啊 因為本來就是吃東西這種東西就是很主觀 所以呢一樣推薦給大家 如果呢你有興趣想要去試試看的話呢 你都可以去買 那希望呢今天呢 阿遠跟大家分享的呢 你們都會很喜歡 那就是這樣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就記得幫這支影片點個喜歡 然後呢記得follow我的youtube 還有我的instagram 然後也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在看的話呢 還給大家一些 來附近小鈴鐺 喬 喬